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能肯定 双方绝对是动心了 也绝对有一段美好且羞涩的暧昧期 吴磊动心其实很明显 他的粉丝甚至是非粉都看得出来的程度 赵露丝不明显 他是个比较谨慎夺虑的人 估计也是被黑怕了 但是对一个人动心从细节真的就看得出来 无论怎么刻意去隐藏 加上吴磊其实蛮主动的 赵露丝的反应 其实也从侧面看得出来他有一点点心动 但他没有吴磊那么喜欢吧 他所要顾虑的太多太多了 在2021年 吴磊赵露丝就在电视剧 长歌行搭档过一次 比时俩人同框戏份并不多 但一年后 俩人在 星汉灿烂河 月升沧海中 戏份多了起来 而且还是那种亲密戏 表现得十分亮眼 许多剧粉回味无穷 纷纷刻起了真人cp来 两人的恋情在曝光之前 似乎就已经有预兆了 都知道明星恋爱即使不官宣 也会穿戴或者发一些情侣文案 默默秀恩爱 拍摄电视剧期间并不算 但也似乎产生了暧昧的情愫的 拍戏期间的牵手 还被扒出穿情侣装 无路可逃是真是假 大家各执一词 有人认为cp粉天真单纯 俩人只是营业 而坚信他们是真的人 依旧十分上头 我想说 大家都别猜了 无垒赵露斯谈恋爱 早就有迹可循 剧中营业 一反常态 在娱乐圈 剧播期间的cp营业 屡见不鲜 已经成为影视剧宣传的一种手段 一部剧播出之前 演员会配合宣传进行埋线操作 目的就是播出后让剧粉考古 营造出一种主演关系很好的氛围 可是在作品结束后 就会迎来一波拆cp提纯热潮 可乌磊和赵露斯两人不同 在心汉灿烂 播出期间的互动区只可数 长达两个月的播出时间里 只有开播前的发布会 一次卡到掉线的直播 以及超前点播的点印里 有关于两人的物料 而常规的双人采访 双人杂志 双人合体综艺通通没有 单纯靠着天选cp感 吸了无数粉丝 可当众人觉得该到拆cp的环节时 俩人缺一反常态开始营业了 记得2022年8月的宝格力晚宴 本以为他们会缺席 但不料二人同时官宣出席 无路可涛迎来首次合体 就连佩戴的珠宝也是情侣款 但晚还贡献了铜矿神图 而那个月末又迎来 心汉灿烂的庆功宴 若是要拆cp 便会像超甜冰淇淋 景田和张冰冰cp一样 做得远远的 可当天不仅官博放出二人合照 就连赵露丝本人也无惧留言 大放放出和吴磊坐在一起的照片 拆cp迟迟未提上日程 不得不说 这段头饭吃出了流水席的架势 根本不符合内宇炒cp的基本路线 不难发现 在当时 无路可逃的粉丝持续增长 前排几时未放眼望去 全是cp粉的评论 可到了赵露丝生日时 大家又变得一视同仁 在给人超话中回复cp粉的问题 可以说是给足cp粉安全感 评论快 反黑墙 购买力猛 是无路可逃粉丝的最大特征 若是提纯绝对是一群优质粉丝 可直到今日 二人都没有做出提纯举动 足以说明 他们的关系并不是营业cp那么简单 二人互动 更显端倪 新汉灿烂开播之前 无垒赵露丝不熟的传言传出 可聚播之后 俩人的点点花絮片段放出 粉碎了这些洗脑包 无论是抱着转圈圈 还是喊卡还牵着手 亦或是杀青后各自不舍 无垒赵露丝俩人表现的没有半点不熟的样子 而到了巨外也是如此 宝格丽红坎时 在内场后场的无垒 特地出来守在赵露丝身边 在赵露丝结束采访后 无垒又转身走回内场 晚宴中 无垒的家人兼工作人员纷纷站在了赵露丝身后 当时 无垒因为工作原因 不得不提前离场 但他面对长枪大炮的拍摄 也要绕到赵露丝后说再见 这难说只是友情 不过 你可能觉得这只是工作上的互动 还不足为证 没关系 后面还有 去年的中秋节 无垒晒出了月饼照 要知道 那是长沙本地人才之小的月饼 可是无垒当时在深圳拍戏 就连工作人员都没有长沙本地人 可据了解 赵露丝的工作人员有许多长沙人 结合来看便非常清晰了 不仅如此 俩人拍摄杂志时 身上的配件也越来越重合 除了俩人的商务代言产品外 还有一些其他情侣款配饰出现在二人身上 有意思的是 二人各自代言方竟然点赞他们二人CP项的评论 难道说这是在圈内公开了 双标态度 耐人寻味 无论是赵露丝还是吴磊 俩人各自的大热CP也非常多 可是无路可逃确实不一样的存在 赵露丝手中不乏大热CP 按照他以往的态度 可以说是相当必闲 可反观何吴磊 他几次赞不绝口 在接受采访中 也娇羞说到何吴磊合作 让人觉得很舒服 再谈吴磊 已经有19年功龄的磊磊 熟练地掌握圈内生存法则 面对一切营业都是游刃有余 可是和赵露丝在一起时 便像喝了假酒一般 在典映里面对赵露丝的告白 直接上头地当着所有人的面喊和露丝去扯政 一次下工回酒店时 吴磊看着粉丝的灯牌上 映着吴磊赵露丝 忍不住仰头大笑 看来是真的情难自禁了 而这一回 面对恋情绯闻再度上热搜 赵露丝芳做出了回应 没想到 这只是针对之前 对他私生活进行人生攻击的声明 对恋情避而不谈 倒像是很隐晦用了一招唯唯就招 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要知道 此前也有八卦记者 声称赵露丝在和90后顶流男性恋爱 当时 赵露丝芳就立刻回复了假 但对于与吴磊的传闻 他却选择了充耳不闻 再说 若是二人没些什么 他们的cp粉也不会如此壮大 喜欢是藏不住的 如果结局他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但有那么一段回忆在那 还能够去怀念 就足以了最后啊 为了忘记曾经对对方的感情男孩 选择了去中国领土最北边的雪山女孩 选择了去中国领土最南边的海边看吧 即使是选择要淡忘 他们仍是那么有默契 你认为赵露丝无垒会有结果吗